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劃設辦法爭議持續延燒 原住民族團體不滿政府 將傳統領域定義限縮在公有土地 發動葉宿凱道 三號進入第九天 原團邀請立委召開記者會 共同討論回復原住民族土地 正義的可行做法 預告之後 難道是我們原住民族說 不要 不要 不要私有土地 要排除私有土地 我們原住民族有這樣說嗎 這個私有領域怎麼有辦法劃分 劃為傳統領域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私人財產 這個怎麼可以受 他要怎麼處理 怎麼可以受外力的干涉 我想這個說法 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 但是你稍微想一下 我們在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這個土地裡面 難道做所有的事情 就都是可以的嗎 本來就會有很多的規定不是嗎 去年8月小英總統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 列出多項原住民族政策方針 但原團痛批 小英政見根本沒有落實 立委搞路遺用強調 若不將劃設辦法退回 將會造成花東地區 原民土地大量流失 從台東的最北邊 這裡面有十幾個開發案 最大的開發案 有26公頃 這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都是私有土地的開發 你原民會你自己不想 不拿去退回去 我跟你講 他後面的連鎖反應 是造成我們花東地區 我們原住民地區的土地 大量流失 小英去年的承諾非常非常的漂亮 平埔得到應有的地位 傳統領域馬上很有進度 然後在中東府會開原轉會 然後土海法 自治法都會送進去 但是經過半年的檢驗 平埔還是只有民分 權力都沒有 傳統領域這件事情不畫還好 一畫一開始就少了一百萬公頃 原民會2月14號公佈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 土地劃設辦法 並指出依照原機法第21條規定 只能劃設公有土地 辦個多月來引發族人反彈聲浪 原團與多位原住民及立委 呼籲政府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希望提出可行做法 讓原住民族土地回歸族人 記者烏馬雜落台北市採訪報導